你們講融資好像有點道理 可是呢 我非要認定是分擔損失不可 所以他在判決裡面就說 你們這叫一魚兩吃 所謂的一魚兩吃就是 又是分擔損失又是融資 可是在財經的知識上 這兩件事是不能並存的 他不然就是融資 不然就是分擔損失 可是券內的資料顯示他是融資 你怎麼可以把它解釋成是分擔損失呢 那 因為融資要付利息啊 你是借款耶 沒有錯 那法院在這個判決裡面 還有一個有趣的是 一直不斷的回護 金管會在當時所做這個行政指導說 你這個基金要移出 有損失的話要股東 投信的股東你們自己要承擔 這個在法律上是完全沒有這個道理 站不住腳 有限公司的股東 只就我的出資負責 怎麼會有其他額外的 這個損失必須要來承擔呢 這個案子我拿一個例子 來跟大家比方 也許大家比較聽得懂 這就好像金管會當時要求大家說 今天你就立刻從台北開車到高雄 一個小時命令你開道 這些業者啊 因為金管會是他們的大老闆 非聽不可 一個小時內就要開道 非違規不可 不超速怎麼開到高雄呢 一路走路間了 一路走路間 一路超速 金管會也知道說這件事情 其實是當時金管會要求你們說 把債券處理掉 也知道說你一定會超速 一定會違規的 所以後來就說 哎呀糾正一下 就下次不要這樣 也就是說 這是主管機關跟業者的默契 我們既然交代你們這樣處理 你們有這些違規 那大家就是用一個輕輕的糾正 就把它處理掉了 就想不到這個案子到後來 碰到了別的委員的時候 他就說 金管會委員 對 換了人了 就說怎麼這些違規不去移送法辦呢 就把它移送法辦了 所以移了保來 對 我跟你講 這個裡面還有一個最大差異 你會發現說 好像現在大家聽到 會發生問題的 其實都是因為這些投信公司 背後的股東是私人 不是金控 如果按照金管會的指導的話 你給金控 金控有這麼多的股東 大家就在金控的損失裡面 做虧損就吸收掉了 因為一般來講 金控都有喪失 投信大部分就沒有上市 投信沒有 而且投信的股東 如果你有私人的話 就像我剛才講的 他結構債在元大投信的結構債部位 總共有276億 私人的股東 有誰有這個能力 去接這個結構債 我口袋哪有這麼多錢 去接這個結構債 所以一定要做一些融資 融資被認定作為損失的分擔 我覺得是這個案子裡面 一個我認為大概是一個很大的誤會 還有一個是 就是法官對於這些金融的知識 我覺得的確還需要一些更專業的人士的幫忙 來幫他解釋 到底所謂的賦買回交易是什麼東西 也許大家一般人大概不理解的 我相信很多法官也許不理解 還有一個是法官必須要改變一個心態 就是說 就是說法官真的很多事情不是你懂的 譬如說剛才東浩提到這個馬先生失智的這一段 判決裡面很有趣 這個 他為什麼認定馬先生沒有失智 大概講的主要是兩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說 馬先生在訴訟程序中 尤還知道要喊冤 而且對答如流 你去看筆錄啊 去所謂的喊冤 是說法官問他說你認不認 成不成人犯罪 他說我無罪 所謂的這個對答如流 是每次要問到事實 他說我請我律師幫我回答 這個被解釋為說 喊冤對答如流 所以呢沒有失智 我覺得這個判斷實在是 法官用這樣來判斷啊 法官都可以到各大醫院的精神科門診去 開門診啊 可是問一下 還有一個是把智商跟失智混為一談 他在判決中說你的 他的智商還有95分 你要知道啊 一個五歲六歲小孩 他的智商可能會到120幾的 但他可能不會扣扣子 他可能不會綁鞋帶 那個跟外界對外界環境知覺的認知 跟智商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他把這個智商解釋為沒有失智 然後把他在法庭的這些表現 甚至地院還講了一個案子 講了一個實例 他說開庭的時候 跟大家說一個笑話 大家都笑了 馬先生也笑了 他聽懂 從他這個判斷他沒有失智 你知道他當時的情況很可能是這樣 今天我就講 一個他縱使是一個五六歲小孩 大人講個笑話都笑的時候 他也跟著笑 他其實不知道為什麼笑 好我們現在也先不談說 到底這個笑這件事 代表意涵是什麼 我至少認為 你法院是沒有能力 用聽笑話以後會不會笑 來判斷失智 是嗎 可是為什麼不找一個 對失智專科的醫師 應該他可以有一個鑑定 我可不可以來做我自己的 等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好不好 來先休息 因為這件事情我覺得 馬士林就是要先判有證 要關馬士林 我想問一下 因為法院其實也有清算說 的確是有損失 因為原金證公司 因為增購原大投信的股權 就是為了要轉過來融資 而增加分攤損失3億多 這不是也損失了損害了股東的權利 每人拿著這個手板 這裡面你可以看到 他的計算很簡單 我比照一下我剛才這一張 他說 騰達當時因為接了這筆基金 然後因為騰達接了以後 他用100塊買 事實上當時只有90幾塊 他就損失損失了6.2億 這是實際 騰達已經發生了損失 他在判決怎麼算的呢 他說原金證增加持股 減掉他原來的持股 後來的持股 減掉原來的持股 就是增加了持股 增加持股的那個趴數 再去乘以6.22 就說是他的損失 他是這樣算的 好可是 6.22是什麼 6.22就是這裡 剛才我講 6.2億的損失 為什麼會這樣算 我剛才講了 因為當時賣出來的時候 必須是100塊 不可以讓基金受損 但是他要賣給原金證 讓他去處理的時候 他必須用實際上的價錢 93去賣 他就產生了6.2億的損失 那這個6.2億損失 就是去乘以原金證 所增加的持股 法院就說 這3點多億 就是原金證的損失 那這完全沒有商業科技 好的概念 不是 第一個是說 你這樣算沒問題 那我要告訴你 這是你理論上的算法 增加股權數 就是原金證多分擔損失 你總要在判決裡面告訴我說 到底是用哪一筆交易 去實現了你講的這件事 你要講嗎 這張表可以看出來 原金證在做這些所有賦買回交易的時候 從來沒有一個 讓原金證產生3點多億損失的交易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 這個是融資嘛 它沒有產生實際上交易嘛 就不會有所謂的 你講的3點多億的損失發生嘛 那白文證為什麼要 我就講 我就說這些案子啊 你到最後 白文證為什麼要自殺 對啊 也是因為這樣子 你聽我說 就像我剛才舉的例子 你開始的時候 金管會叫你一個小時開到高雄 你就拼命開 最後才發現說 一路的罰單 一路罰單 就叫你要 我要把你移送罰辦 我剛才講罰單是一個 好像把它很淡化的一個情形 可是你知道這種案子 就是在證券交易法之下 他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 或者是最輕7年以上的重罪 你知道從偵查 他就很可能面對這個 司法的偵查就不得了 這種案子啊 證交法案子竟然是這麼重罪 很多就是會收押啦 然後甚至像馬家的案子 就是實際上就被判了7年4個月嘛 所以它是一個很重的案子啊 是 那宋律師對不起 請教就是說 那這個有沒有失智 照理說應該可以有非常公正的 醫學的鑑定啊 對 那他們有沒有做 我們 這個不是我們 應該說馬家的律師 不斷的有提出這個 他們去醫院 去做的這些測試的報告 對 因為失智它有好多的 譬如說什麼 對於方向的感覺 對於知覺的感覺 對於劑 那個測驗非常多像的 它有一個 每一項都有一個分數 對 那個分數呢 所代表的他在醫學上什麼什麼意涵 這個其實需要精神科醫師到法庭上去解釋 對啊 有沒有請精神科醫師 沒有 我就講了沒有沒有 到最後就是我就講了 法院認定他沒有失智 就講 法官講笑話他會聽 這個對答如流 還會喊冤 就是這樣 那我認為說 完全法官取代了精神科醫師的功能 用他自己的眼睛去判斷說他有沒有失智 那你有看到馬志勇先生嗎 我跟他們家是熟識的 所以我確實 那你看到了什麼可以跟大家說 因為平常我們也看不到 我可以告訴各位幾個印象 我的記憶中 在大概六七年前我認識馬先生的時候 他看到我他會笑 但那個時候他已經不知道我是誰了 六七年前就不知道 不會叫我的名字 他這個 當然那個時候我也許可以判斷說 他是年紀大了記憶不好 因為他的兒子經常會考他說 這是誰 他說就講不出來 那你知道講不出來 一般人講不出來人家名字 我不相信他是裝的 因為這是不禮貌的事 我如果真的知道 而喊不出你的名字是不禮貌的 那到了這幾年 其實我看到他對我已經完全沒反應了 我說以前還會對我笑 然後只是喊不出我名字 到這幾年已經沒反應了 那當然家人平常有時候聊天 會聊到他在家中的反應 那除非就像我剛才講 他小孩我想私下跟我聊天 他沒有必要騙我 你知道就是他在家中的狀況 如果法院不相信馬志玲 對不對 現在很多時候會覺得說 你一定為了逃脫這個 所以你假裝你 裝病 裝病嘛對不對 那是很簡單嘛 法院找法院相信的醫療 因為這個樣子 主席醫師 再做一個鑑定嘛 其實在我看來 你看這麼多的財團 這麼多的財團 你看從歷經扁朝執政 到現在馬英九再重新回來 這十幾年下來 你看只有馬家 元大馬家真正要被關 為什麼 其實你看 因為在扁朝的時候 國民黨其實是對於 他從一個執政的這種 所謂的狀態 這個大家都要 跟他們結交朋友 到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其實他們立刻感受到 人情倫老 包括在跟政府官員 在敲帶機 他們立刻感受到不同 所以很多國民黨的這個 有權利的人 其實心裡面是 是有那種所謂的 我今天沒當官就這樣 所以他們很恨 其實有那種 好 偏偏元大馬志玲 當時是透過 因為國民黨有個金基姆 叫富華正 那富華正是 富華金控 對 他是一個非常 對國民黨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算是 這個 金融操作單位 多補一句 富華正 富華正因為下面有個 富華銀行 富華金不是富華正 富華銀行 富華金控才會有證券 才會有銀行 富華正就只是 富華正 富華 富華